大家好 今天是11月4日 星期四 港股開始上升 恒生指數升116點 國企指數升40點 科技指數49點 科技股領升 美團升1.8% 領指數升41點 阿里巴巴升1.4% 領指數升29點 騰訊升1.3% 領指數升26點 比亞迪升1.8% 領指數升8點 消費股上升 安達體育升2.2% 伯威亞泰升1.9% 升幅最大的藍炒 油價大跌3% 中石油跌1% 中海油跌1% 跌幅最大的藍炒 A股開始升9點 港股開始之後 升幅確大 恒生指數升近200點 星期三 大幅下載的武力協鑫反彈10% 金豐科技升9.9% 新特能源升4.2% 比亞迪10月份銷售升2.5倍 股價升5.5% 長城汽車升3.5% 小鵬汽車升4% 李星汽車升2.1% 收租股上升 九倉升3% 領指升1.5% 但是恒基504億 投德中環商地仍然是跌3% 內房股下跌 加息10月份銷售同比跌3成股價 急跌11% 中國海外跌1.4% 碧桂園跌1.3% 首基礎股上升 順雨光學升3.3% 瑞昔升1.3% 近中午港股1到下跌15點 海底撈跌4% 跌幅第二大藍炒 最主要是生物跌7% 跌幅最低的藍炒 令指數跌55點 拖累廣故下跌 恒生指數上收市升67點 國基指數升48點 科技指數升63點 成交654億元 下午早段廣故變化不大 升大約100點到 美團升2.6% 令指數升60點 阿里巴巴升2% 令指數升41點 騰訊升2.1% 令指數升42點 比亞迪升8% 升屋最大的藍炒 令指數升39點 小鵬汽車升6.8% 理力升3.4% 若明生物跌8.7% 令指數跌67點 蘋寶跌1.6% 令指數升11點 內地疫情惡化 親飲股下跌 海底撈跌3.6% 狗毛狗跌2.1% 介紹業出現流動性問題 股價急跌12% 介紹業美好跌8.4% 中國澳園跌8.5% 新能源故反彈 武力協音升10% 金風火計升10% 新特能源升3.7% 新天六成升2.5% 中國高速傳動升17% 有個別工業股急升 倉圍升15.4% 憶和升21% 白虎環球升17% 益股收市升28點 臨收市之前廣股升幅 中國擴大到200.2% 最高位收市 恒生指數收市升200點 國技指數升96點 科技指數升102點 成績1186億元 電動車股和新能源股上升 大動廣股反彈